現在看A片打手箱這麼方便 這麼容易 又這麼爽 單身又有什麼關係啊 你也知道 因為我們這種男生不是女生喜歡的類型啦 追女生追不到 回家就看片子發洩 那時候正好有一女朋友 可是後來分手了 心情蠻差的 所以那時候看片的量比以往更大 想法也更多 我就把那些想法把它寫下來 這種事情是蠻荒唐的 但是我一直秉持著一種就是 荒唐事情如果認真做 它可能是有某一些收穫的 我跟一般的姨妮一樣 就覺得AV女優是那種 我們能得到的資料就是片商講說 她可能是因為欲求不滿 所以她跑來拍AV 但是自從工作上接觸很多女優以後 我才知道 其實他們有蠻多不為人知的心酸 大部分的AV女優是缺錢 不是欠幹 大家其實不要搞錯了 其實說真的 所謂的AV表演模式都差不多 前戲完進入那個結合的節奏 最後再打出來就結束了 再加上每天都有蠻多的那個文章要更新 有些時候真的覺得 自己將讓財經寫不出來的東西了 但是對我們來說 做這行 下半身要有衝動 上半身才能好好思考 然後再加上 其實因為每一個月 都有一些攝影會 或是其他工作的活動 那有些時候看到 女優在自己前面很努力的工作 我就覺得 我不能輸 所以那樣子我就會有活力 我們每一次活動 大概都會有一百多個群眾來參加 那他們通常是介於25歲到40歲左右的男性 那這個年紀就是大家所謂的試婚年紀 但是我發現 來參加我們活動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單身的 甚至有些戀愛經驗還蠻缺乏的 我覺得他們可能也是在這中間 找一些跟女生互動的感覺 有一個年紀跟我差不多 也就是40多歲的一個 科技園區的工程師 那他最常跟我做的就是炫耀說 我今天又花錢去跟什麼人搞過了 我有時候就很好奇地問他 你40幾歲了 難道沒有想要找一個固定的對象嗎 他卻跟我說 對於愛情 它只剩下回憶跟失憶 有閒錢我就來拍一半 有更多的閒錢 那我就去趴趴 攝影會其實就是一種 排解寂寞的素贈商品 一般來講來到攝影會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把女優當作女神來崇拜 另外一種客人就是我剛講的 就是來排解寂寞的 這些人呢 也是在攝影會中玩得最瘋的一群 他們會希望女優就是踩在他們的臉上 像是被在SM Club 一樣 女優自己都會告訴我們說 蛤 你們台灣的客人都這麼N 我每次都覺得 他其實來這邊 是靠這樣的方式來排解 身體跟心理上的空虛感 然後希望藉著跟女優的互動 得到一點幸福的感覺 其實這產業就是為了滿足某一些 感情空虛人所誕生的產業 我覺得這個產業其實本身並不是骯髒的 現在這個時代 越來越多人其實是很空虛很寂寞的 所以這個產業才會越來越發達 這個是一個本能 很多時候這個東西是有被污名化的傾向 那我當然也希望台灣的情色產業 能有更多的陽光 看來越來越好 人家對當年 我遇到最新的以物